好今天要玩那個符文大帝啦 符文大帝 靈花祭嘛 他有這個什麼靈花祭的通行證 那如果你有買 你有買那個通行證的話 就會這個尊絕不凡 一開始就可以領一隻靈狐 這個沒有...沒有... 沒有花下去應該是不太行的 然後他這一次這個什麼 實驗室有改版嘛對不對 等一下我就是要來玩實驗室 馬上遇到自己了 好 非常好 你完蛋了 我...我... 我不是... 碎碎便便的喔 好市場 正強 潛行割猴者 好 先去割他一波猴 喔...喔... 他那個傳承把他傳承下來下面 傳得很好x3 我這一隻變82了 過癮x3 我等一下再加他上去死 升級之後是... 傷害三次喔 幹好猛喔 我還不先給他...先給他升級一波 喔 只要打出去就有了 所以我剛剛這隻也可以上 上去 哇 這光開射就射歪了 欸我覺得這套牌真的蠻強的欸 但是然後打這個會有得到這個花瓣 那花瓣你就可以去拿一些那個活動的一些獎品 菱花祭的一些獎品 那不行喔 我要把他殺光 我就這麼壞欸 B.N.K很珍惜 下一位挑戰者 不然在死而不僵一場怎麼樣 我開始覺得閃尼好像很好玩欸 在1.6版本跟1.7版本 都會有兩個史詩級的人物 可以去解 他也 他只有那隻三的可以打而已吧 蛤 來你繼續去養嘿 來你繼續養 你就去養那一隻 來 你養 你很養 在手牌生成一張暗影之魔 我就一直暗影之魔 一直狂 轉移 轉移 來 這個要被我轉移了 他就是 他就是一個需要被轉移的對象 我用他轉移一次 對 不對 不對 這樣不對 幹我身上沒牌了 我的天啊 我怎麼 幹我真的死定了啦 我怎麼都沒有什麼可以養的啦 我的天啊 他又要躲我了 幹咧 我等下抽不到怪物 我就他媽死定了 舒服啊 相當之舒服啊 不要再想了啦 你再想也不會有結果的啦 嘿嘿 欸 欸 你現在就動我 那你下個回合怎麼辦 我可以直接打吧 怎麼啦 怎麼啦 小兄弟 啊 哈哈哈哈 我再給你們最後一次機會拍進來 OK 那你們就看我 閃鱗小弟 處理一下 哦 齁齁 喔 喔 chỗ這麼多閃鱗 嘿 這個鯊魚真的超酷的欸 喔我好愛這張鯊魚喔 這鯊魚寶寶 鯊魚寶寶 baby 瞎嘟嘟嘟嘟嘟 誒我不用留我全家死光光 赫克林變超級猛 呵呵呵 好好 呵呵呵 都去死 都去死了 要再吸血了啦 血量為什麼那麼多 這個是那個實驗室 實驗室的新模式 傳承 配合這次這個符文大帝的這個靈花劑 OK 相當有趣 喔 這一隻已經二十三二十三十八了 喔 過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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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誒 我叫我捷克出去一下 誒 我如果下一回合直接給捷克閃靈的話 那我這樣要賀克林要直接出了吧 出不行了吧 靠北啊 我他媽的 我他媽的 格數不夠 我忘記了 我 誒 我又有閃靈了 誒 我又有閃靈了 隱密的 隱密的那一種很隱密 相當的隱密 我這一次真的要轉移給他們 真的是 真的是 怎麼我這樣還能贏 我這個是有一個巨細靡遺的這個推演 只是這個一點點小小的失誤而已好嗎 那喜歡玩符文大帝的 記得 現在有靈花劑 可以拿到蠻多不錯這個活動的東西 有這個史詩集任務 可以集 OK 好啦 先這樣子 好兄弟 聊啊 好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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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帆